好了 各位周三小周末愉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U-RADIO都市之声FM101.8 后海星光下值LIVE VIP 我是DJ孙小前 欢迎我们本周的VIP来宾李玉刚 欢迎您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玉刚 再次要恭喜李玉刚发行了莲花的专辑 让专辑真的很多的音乐是可圈可点 而且无论是编曲也好 利益也好 都是有很多的特别的设计在里面 其中我注意到有首歌叫做 《至情人一》 它是有一系列的 因为我看到还有《至情人三》 但是没有《至情人二》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 其实《至情人一》和《至情人三》 代表着一个感情的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 《至情人二》本来也希望在这盘专辑里面有 但没有写出来 没有来得及 而且我也不知道 是一个联系剧的故事是吗 它是个联系剧的故事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过程该怎么样来表达 所以《至情人二》可能在下一张专辑会出现 那就留一个伏笔 那这一盘专辑就收录了这首《至情人一》和《至情人三》 这两个是大概怎样的一个创作灵感器 把你写这样的歌 《至情人一》和《至情人三》 其实《至情人一》原名叫旧日红 这是好朋友写的 还不是我自己的作品 那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就是给情人写的一首歌 然后我自己就动手把名字改掉了 改成《至情人》 后来呢我还有一首歌原来叫《南飞燕》 其实那首歌也是给情人写的 这两个歌还不是一个人写的 不是一个人写的 一个是好妹妹乐队写的 原来这首歌呀 我看到好妹妹发朋友圈 她也是我的朋友 说给吕刚老师写这首歌 对对对 一是她们 她写的是她发的那个叫好容装 对好容装 对 你说名字不一样吗 这盘专辑有两首歌是好妹妹乐队的 一个是好容装 一个是至情人一 至情人一 对至情人三是帮我写贵妃最久 新贵妃最久的狐狸写的 对就是这样的 然后 那两首歌在气质上是接近的吗 不一样 至情人一非常的调皮 又有一种怀旧的色彩 至情人三 秦浩就是这样的调皮的孩子吗 对至情人三就是一首情歌了 类似于 笔音的爱情这种对唱的情歌 还要深沉一些 还要稀晚一些 这就是至情人三 所以这两首歌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两首歌 所以其实在歌名 在改编的这个体现上 也能看得出来 最早的歌名都是很古风古运的 但是您觉得刚好 两首歌有之间内在的联系 所以改成了一和三这样的一个设计 在这方面呢 我有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方面呢 就是考虑到 VITAS有两首歌 叫歌剧一和歌剧二 我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前提范围 第二个呢 就是王菲有一首歌叫至青春 我说至青春 至青春也很红 那还没有至情人呢 我就把VITAS和王菲的概念 移植到我这里 很棒 所以就变成了我的至情人一 和至情人三 特别有那种现代诗的感觉 像那个比如书庭志向术啊 对 有这样一种情愫在里面 那讲到VITAS 我相信很多的粉丝 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和这个疑问 包括您在美国市场 有没有过很多次被媒体 把你和VITAS做来比较 甚至有人说你学习学它 还没有 还真没有 还真的没有 因为我一直也在想 我到台湾 或者说在美国国外 会不会有人把我们来做比较 从来都没有过 没有 按时间顺序来讲 我想VITAS应该是05年左右 对 您比赛青光大道是 青光大道是06年 06年 我们的确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但是呢 还有完全不一样的 对 它没有戏曲啊 因为咱们是中国的东西嘛 对对对 而且它在美国 可能它没有太在美国去 对 去打入主流水上 俄罗斯人嘛 对对对 而且它比较神秘 从来不现身 见不着 包括Star之类的 那从唱法上来讲 应该也不太一样 因为 不一样 对 就是这个 你的个人体会会比较深一点 对 这个我是知道 因为呢 除了它嗓子好之外 它的声音里面 有电子做的一部分 所以呢 它 它不现身是最好的 对对 对 还是保持神秘 它来过中国 商业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好的 当初的一个高高帅帅 瘦瘦的帅腰会儿 现在有点变成终点了 有点发福 变化非常大 的确实 我第一次见到它 在网上 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名呢 然后一下看到它的 华尼的MV 就是鱼的那个 塞的脖子 那块那个设计 很可怕 对 还有那个 歌就二的那样的一个MV 我就感觉 太绝望了 太令人绝望了 已经达到了一个 无可比拟和 巅峰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网上才会说 什么什么烟灵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 传奇的说法 但是后来也稍微知道 就是说人嗓子是没有达 很难 就是说不能达到 那样的一个程度 里边还是有一些 一些其他的一些 制作的成分在里边 所以呢 它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去 因为如果说 真正的水平 达到这样水平 应该是非常高的了 所以这个对于格莱美来讲 它的这个东西 到格莱美一定是获大奖 早就拿奖了 但是他也没有选择过去 确实是 还依然保持着神秘 对 我们刚刚聊了 至情人一和至情人三 我们今天礼拜三的第一首歌 要让你纠结了一下 我们先来听一还是三呢 一吧 先来听一 那我们后来听三好 先来听至情人一 来自好妹妹的创作的作品 三好妹妹的创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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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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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纪公司还是自己的 经纪公司也是自己的 然后接下来 原来给我写词写曲的 基本上也要离我远去了 失业了 因为我自己这一段 就说锻炼出来 也自己可以做词做曲 成为一个制作人 然后呢 我自己又吃素 饭店想赚我的钱也赚不到 所以任何地方 真的想赚我的钱太难了 我自己有钱都花不出去 只赚不花 而且我又很节俭 然后呢一台车一直开到现在 还十年啊 对同事们说 哎呀那个育老师不行 换一台车 因为我对一个东西 我比较念旧是吗 对一个东西 就是我使一款手机 不把它那个皮全部抹掉 已经弄烂了 我都不会换 您现在用的是iPhone3吗 我现在用那倒没有 新换的新换的手机 我原来的手机都留下来 然后我自己打开抽屉一看 我的天哪 那已经皮都掉的不行 都不行了 才最后才换下一台 哦真的是 一直没有这个旺地之初 最早的这个生活的状态 还是我们像我们说的 勿忘初心 生活习惯都没有改 对 也没有现在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应酬 也挺好的 我特别喜欢这种状态 跟你应酬没有办法 你又不吃肉 你又不喝酒 所以呢就因为有 有这样的一个 也让我减少了很多的应酬 我会感觉哇太自在 哦 这个钱都花在音乐上 也蛮好的 都花在我的演出服 和音乐上 对 说到这个据说 你的演出服特别贵 对 这个价值一般都甚至几十万 真的是这样 虽然没有那么高 那就是帮我做演出服的人 利用我来打广告的一种方式 来提升他们自己的那种消费的价格 价码 但是我的东西的确很贵了 演出服 因为我和设计师要一起设计 那大多数都是我自己来设计了 他们来执行来制作 就挣你个手工费 赚个手工费 但是最重要的我 我所有的演出服 我要的质地质量 还有它的手工刺绣 都要做最顶级的 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含糊的 所以你演出一次 其实赚不了多少钱 成本太高是不是 成本还蛮高的 好在演出服 可以循环利用的 但是你知道我的演出服 都是可以升值的 对从这一点上就知道 我自己对于很多东西 我自己的这种设计和策划 是能力很强的 甚至后来我穿完之后 帮我做演出服的玫瑰 跟我讲他说你把你的第一套 演出服还给我 然后你以后的演出服 都不能花钱 意思就是说我帮你 源源不断地做演出服 但是你穿过的你给我还回来 然后就给你换新的 后来我的选择 我说no 我自己花钱 我所有的东西都要留下来 对真的会升值的 这个东西 而且确实有纪念意义 这个可能在国内比较少 但是在国外包括像一些 奢侈品的包包 就是这样因为他有这个名人 这个艺术家用过之后 他真的会增值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考量的方法 所以你也会自己来设计衣服 等于平时生活当中 观察这些应该花很多的功夫吧 花了很多的功夫 要查很多的资料 因为有的时候 让服装设计师 或者说他们来完成 我自己要的想法 他们也很难 因为我要的东西 往往都是特别的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要上学那场穿的服装 他的剪裁特别的难 不是一般的设计师 能够剪出来的 其实他就是一块布 然后呢 不是按照传统的西方西式剪裁 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剪裁方式 所以有很多的设计师 很难完成我要的 所以慢慢的 真会变成一个全能了 衣服也自己做 音乐也自己做 所以公司也自己做 确实也是全能 您什么星座 巨蟹 巨蟹座 还有居家的一面 所以动手能力比较强 真的是这样 OK 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您的歌 来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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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再来我们讲讲您之前的这个故事 因为我们的这个编辑 包括很多的网友也是梳理了您的故事 其实在参赛之前也经历了很多种种 李渔刚应该感觉说这个节目怎么什么都知道 真的像艺术人生一样 说最早其实在读书 在考入吉林艺术学院的时候 可能因为条件方面的问题 中途是等于没有读完 然后就去工作了 是吗 我没有读 我当时考入吉林省艺术学院 我当时还不是音乐系 是叫戏那个叫戏剧系 戏剧系 文艺编导专业 我考上的是这个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文艺编导到底 就是星光大道的那些导演吧 就是这个 对 所以少了一个普通的编导 多了一个优秀的歌手 这是好事 考上了这个这样的一个系 我当时懵里懵懂的就 因为我当时我要从老家到长春去考 然后所有的招生的那样的 只要贴出来 我就都进去考一遍 都考了一遍 然后呢录取了一个 考上哪个是哪个是吧 对 广播电视大学 然后又考上了艺术学院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专业 因为这个我记得考试的时候 只不过他的考题都跟文学有关系 那文学当时那方面是我极强的一项 考了很多文学类的题 比如说牡丹亭的作者 考了什么老舍呀 曹渝那些 哎呀 很多都是 就从小爱看书 文学常识完全没问题 对 可能天生的吧 那个是 然后《红楼梦》里面 什么《萧香妃子》的那一段 什么韩唐杜鹤影冷月 不是 韩唐杜鹤影冷月葬花魂 都是这类的考题 我想这个我都会 对 然后就考了很高的分数 我当时为什么考艺术类 是我之前发生的一点事情 修过学一段时间 然后呢就只能考艺术类的 要求的分数很少 可是稍微低点 那我最后也没有选择去念大学 那个时候还没开始 就是开窍自己将来要唱歌 没有 甚至爱好也没有是吗 我小时候爱唱歌 但是那个时候 就已经跟唱歌离得很远了 哦 因为我是生长在一个很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农 农村家庭吧 农民家庭 然后呢我的小时候是跟小和 然后庄稼 大地一起长大 小时候就喜欢唱歌 但是父母坚决的反对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 比如说这个一个村上 如果说最荣耀的事情 就是谁家会有大学上 大学生 然后我哥和我姐的当时那个状态 虽然也都是在念书 看看样子可能 够呛能上大学 都没戏了 我父母把唯一的一个光中药组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就夹在我身上 然后我平时又比较喜欢唱歌 然后父母是坚决的反对 认为你必须要考大学 你考大学之后要有 我不知道你懂吗 因为你比我小 那时候红本 要有那种红本 才能够去吃那个商品粮 然后去那个 粮店啊 什么粮库啊 去领一些大米啊 什么的那些 然后呢 从小父母就给这个概念 所以我又是在那个村子里面 我父母把我 在初中初一就送到城里去念书 嗯 他对我简直是太妄自称 寄予厚妄 对 在农村赚点钱 全部供我上学 所以呢 我就一直背负着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催着我 上学也是 我要考不好 我心里很难过 对不起父母 对啊对啊 就是这样的 后来因为有一点事情修学了 然后文化课被拉下了很多 那我想我也得念大学啊 对对对 想出一个办法 艺术学院不错的啊 对 那就考艺术类的院校吧 就这样 后来 还是走向社会了 嗯 所以等于当时没上 留学的遗憾 但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去 呃 靠来表演为生了 还是中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 嗯 然后就出去打工了 嗯 我是从一个餐厅的服务员做起的 哦 然后 在这样的一家餐厅 因为餐厅有有一个舞台 嗯 会有很多的歌手 旁边有几个乐队架子鼓 一个吉他一个贝斯 一个那个电子琴 嗯 然后会有几个歌手唱 然后很多人来吃饭 我当时是以这样的一个服务员 呃一点点的然后上舞台 嗯 然后一点点后来男搬女装 嗯 这个路还蛮蛮蛮有意思的 嗯 一开始我从来不懂说 哇 一个男的可以唱女生 对对对对 我一点都不知道 因为从小在那样家庭挺闭塞的 哦 而且我后来也从小放弃音乐梦想的 感觉就是因为 呃 好像是说真的离我们很远 每年春节的时候可以看春节联欢晚会 嗯 然后呢 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能站上去 对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然后父母会给我讲很多的道理 你看怎么怎么样的 我基本上我的这个梦想就没有了 我认为也的确很远 嗯 哦 就走向社会就变得现实一点吧 嗯 这是那个时候的故事 我们再来听一首李渔刚的歌 待会给你讲讲 他不光是在这个打工过生活 还有别的行业也涉足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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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却当作是活泽天下 我却当作是活泽天下 这里是U Radio都市之声FM10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后海星光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FM101.8都市之声后海星光下LiveYP 我是今天的嘉宾DJ李玉刚 欢迎李玉刚 我是孙小贤 用网络上的话讲啊很不好听的话 这个我们的节目像挖坟一样 就是把你这个历历代代世事的事都都给讲出来了 但是确实我见很多人喜欢李玉刚了解他的故事 但未必把人生中每一阶段都了解得这么的起 而且这个本人带着现身说法真的很难得 据说你还同事过家政也 这个就还蛮有意思的 在深圳开过家政服务公司是吗 很好玩 我99年然后就去了深圳 我认为我要闯一下深圳 我发现东北人都爱去深圳 我去深圳的时候 我说这个道怎么走 就那干 我说已经回东北了 我是因为我鹤岗有一个大哥 因为 又教到我们老乡了 对 我从鹤岗出来之后呢 正好我有一个拍档就是鹤岗人 后来呢我们一段时间发觉 我这个味太小了 根本就赚不了多少钱 我的这个所谓的经纪人 然后他就去深圳了 去深圳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也是有上顿没下顿 然后也比较漂泊的那种感觉 他就给我来电话 如果说你混得不好 你就可以来深圳 我说好 我去深圳 我就在99年的夏天 最热的时候就去了深圳 从东北去的深圳 对 从东北去的深圳 第一次离开东北的 这样的一个地界 然后到了深圳之后 就开始在那边跑场 然后呢 99年的时候 已经不是深圳 在歌厅最红火的那样的一个 已经是面临着一种 很凋臂的一种状态 在99年之前 摔了我当中 对 我没有赶上好的时候 在那之前听说什么 陈 满文军 那跟您不都不是一个年龄 黄格选 他们在那说 赚了好多好多的钱 对 戴军 对 很多人 那我去的时候 根本一个人都碰不到 那是90年代初的事了 对对对 我已经是90年代末了 对马上2000年了 所以淘金没有 最后呢 在我这个大哥的这样的一个劝述我家说 你不行在深圳 就咱俩干点别的吧 干点别的吧 我们开个公司吧 我就开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公司 叫万家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其实当时 最开始到工商去注册 起的名字叫 那个东北啊 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东北好多 商场都叫这名 对 后来说这个名字 现在不可以用了 说的太大了 不可以什么地名啊 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 那就在那想吧 叫什么呢 后来想叫万家风吧 万家大丰收多好听啊 就这样的 东北菜的感觉 对 做了家政服务公司 很碰巧的是 我们第一次来的保姆 就有一个 就是在精神上 原来受过刺激的 然后来到这里开始 就就是犯病了嘛 就真的疯了 我说哇 这个名字起的一点都不吉利 就在人家工作的时候 就犯病了 好多人 当时头疼 头疼死了 体会到那种创业的艰辛 因为他犯病了 一宿一夜不睡觉 然后胡言乱语 还打人 然后 客户就找上门来 来说你们这个服务品 这怎么这样 他还没有分配到 所有的雇主家呢 他在宿舍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联系 他们当地的部门 然后让他们家里来 当时 哎呀 谈了很长时间 赔了一些钱 因为他犯病的确是有诱因 是因为当时是春节过来的 那一年 就是我所经历的 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 一个见证 那个时候一到春节的时候 所有的那种民工 或者说打工的 人特别特别多 忽然之间他们坐火车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把火车的 那个玻璃砸碎了 在外面 砸碎了之后就爬上火车 他可能是因为那件事情 吓到了 吓到了 然后到了深圳之后 就开始 开始这样的 听折磨人的 所以这公司 确实没挣着钱是吧 全赔了 我所有的积蓄 全赔在这个公司里面 后来又重新的 白手起家 又重新的开始演出赚钱 积累自己的资金啊 所以说这个 这就是天意 这就是命运 不然的话 你如果真的做 如果万家风 真的现在做的很丰收的话 对 我们就少了一个这样 优秀的歌手了 其实一直都想逃离 我之后的后两年之后 又从这个 又开始不唱歌 又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这次做的时间比较长 将近四年的时间 但是 又回到我自己的本行 还是要唱歌 其实几次逃离都没有逃离开 这就是真的就是命运了 这是命运安排 也是缘分 所以就从那之后就开始 又回到北京 然后开始比赛 这就是一个歌者的人生 起起伏伏的故事 所以我们看到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台下十年功 才有台上的十分钟 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我们今天节目到此 要告一段落了 我们最后一首歌 如果让你给你的往期 送一首歌来 做一个见证和回忆的话 你觉得哪首歌最合适呢 那我认为回来吧 也是我这盘莲花的专辑里面的 最后一首单曲 叫做回来 回来 我们来听这首歌 明天接着回来 站在宫廷默默默默等待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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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站在风中默默等待 脚下春花静静盛开 你的影子从未到来 我等待 无数次的默默离开 无数次的悄悄回来 离开回来回来离开 孤独等待 你回来 趁风又起 扬扬花开 你回来 秋花满白 开满山埋 等你回来 下雨飘落 唯独等待 唯独等待 等你回来 永远飞 永远天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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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